朝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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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圣殿都被厚池输入掌中 本君这次宁可错杀 也绝不可放过 厚池见过天后 尚古? 不对,他的长相或许与尚古相似 可这性子气度 都与内人太过不同了 此事实在太过巧合 也许厚池上神 与他生母相似也未可知 毕竟他灵力低微 生母想必也只是一件凡人 谁知道他的生母是谁 此乃我与天后之女 明焕厚池 天后见 即便上神 也逃不过情这一次 还不是天帝对他心中有愧 拿他没办法 所以才让本君在仲仙面前 做了这个淡的母亲 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古君乃蛟龙之体 若厚池真是他的女儿 那昭儿的龙丹 就有法子了 您是想要 凤女 你可记得 青池宫 有一禁地 华庆池 除了古君以外 其他人不得进入 自然记得 想必这宫中 定藏着厚池生母的秘密 不然古君为什么 不让任何人擅闯 看来当初 先背叛感情的人 不一定是我 凤女 你趁古君未归 替我去探一探 是 天后 华镜池底 居然是一个房间 里面显然有人居住过 房间中放着不少书卷 记录着许多 上古神界的事 除此之外 无甚特别 唯有房间的这幅画像 可能与房间的主人有关 古君为何要隐瞒他的身份 古君为何要隐瞒他的身份 与神界有关 此人到底是谁 此人到底是谁 厚池 清末 上古白绝 他们竟然长得如此相似 难道真的是巧合 今日之事绝不能再提 你先下去吧 是 我不信 朝圣殿都被后池收入掌中 本君这次宁可错杀 也绝不可放过